天路就比较稳一点 天路跟风爱们的选择差不多 强路给命直接进入到坑里面去 小北和苏九的一波配合把灰灰打掉 灰灰是爱妻在家的能靠近于安全区的中心 有的时候突击手跟指挥不得不做出一些冒险的操作 灰灰这一次就是过于激进 对吧 那团队里面终究 英家直接开车上脸 开车了就在脸上 这边风风一波接车 先打一个 又打一个 这后面没位置天天吃背后枪线的 打三个 这不打三个 DT的这一波转移胆子有点太大了 就是这种位置是一阶段都可以说是比较好的点位了 DT选择了一波盲 柠檬是先放过了一个 然后接第二辆车 没把人打掉 直接移 打成大餐 队友的侧翼继续拿车去移 这一波出手将人打成了大餐 凯亚机的小枪线角度也被撕开了 柠檬埋在近点这个位置一旦放过枪 后面的尾车一停就没得操作了 小轩怎么说 这位置想要出枪吗 天路要上车走 我还没上车 你要路易打我了 我溜了 我润了 但自己没了 这小走位 林波微步 没有大成 同样自己也被盯住了 是的 这是一波急火 两个人拉出来去拿分 还带一个永远 三杆枪 Code打了天霸一个思路打下去 然后最后到XCG这个山头上去劝架这样的一个思路 相比之下的话 Spaceman在坑里面倒的 红仓里面是有两个的 可是高新的位置 在僵持下去 南边的人一旦过来就非常危险了 Code又倒了 而且两个人都在那坑里 755 想拉出来看一眼 但是侧翼又怕有枪线 又回去了 这波DDT小猎 因为坑里面两兄弟都倒 没有人往上面去走的嘛 所以SMS的视野 包括压制能力都是非常的强的 坑被拿了 选择过来 想给一些支援 到了这个马路反坡 而另外一次 FORM在北部的区域 两支队伍就在脸前 明明要出手 扎PRO旁边的坑吧 就只能这么扎了 FORM现在集火打的是周品颜 然后包括降落gaming 其实打更多助力 也在牛海比特身上 那天霸就可以顺利地 进入到这个坑里面 这坑里面是比较 怕东部的侧子位高点的 目前没有人 所以天霸的过度是 要带来一个限制 爱气人并不多 这波火力车直接拉出位置 好迅速倒两个 直接没了 牛海比非常坚挺地活了下来 牛海比想要绕到圈形的右下角去 但其实边缘是有ACG的防守 天霸没有进入到厕所 直接被拳圆打掉了 这个车没有左后胎 行驶得真慢 上面有ACG的信息 一旦跳出来 牛海比没位置去了 只能去打正面 但正面有权限被压制 这个车滑了一下 不小心把明明给碾了 压到腿了 它刚刚正好被抽成了思绪 然后就被碾了一下 房区的背面就刚好在 这点高星把七五给打掉了 但自己的位置同样很烈实 可以打背身 这不想拿分 但是有人架枪呀 SMS一直在盯着 高点上是有人的 东边是有非常多复杂的地形的 高点拿过信息的队伍 可以很清楚地知道什么地方能扎 但这个坡上不去 反而绕东部的队伍会有不错的效果 鸭皮想要过来把兄弟扛一下 但没个机会 想要给面近点Candy 想要去处理一下 完了 这个火落在脚边 还好没有带走 苏九的雷是补掉了一个 对 只剩换成一个了 近点在排 有看到 好势力 高点漏枪赶紧溜 它还是倒了 到这个反坡应该不太好补吧 所以Candy其实是有点着急要过来破点的 他知道自己这个侧上来人了 如果说这个时候被TMA抓到机会 他这个地方非常难带 而另外一侧 XCG和KRG 有一波很迅速地解决战斗 高打低 KRG下一波就转移了 惑于无奈的停车位 南部没人了 天霸可以操作了 但山头上打不上去 17的位置是完美压制天霸这个点的 但同时高点的ACG又压制17的位 两个人在排点 不敢排得太越近 因为一旦拉出位置 周边位置都是环环相扣的 头上有ACG 17的信息一跳出来 ACG下坡下山猛火 怎么挡得住 伤害性道具还是有 舍不得用 这波要留在绝带圈 另外一侧这波 这个雷就扔到近点 高度位被补掉Forever 今年打药这一把手雷 又把龙宗拳拳给炸倒 这个平台受到枪线和道具的压制太多了 只剩严重永远一个 厕所里面是没有脚步生的 近年的三名队员 直接到半坡去找 最后一个人在哪 是埋在这个底部位置 是暴露了 屁股后面有天霸的关系 现在降露跟面也不好打 但天霸同时又因为17的关系 也没有办法打降露 是 所以现在目前这个局势的话 实际的位置是属于 食物链的顶层 应该是属于 他是裁判中的裁判 因为他背身没人 双方尬住 被给了一枪头 拉回来吧 稳一点 就是屁股后面高美一队 又来一队 打了一个 Kendy上去操作了 他叫来了队友 不管那么多了冲就完事了 我们一直被抽 Kendy现在头都麻了 这个雷这个雷很关键 Iris这个雷 哎 TMA感受到了 可能要被吃雷啊 闪得很快 Kendy 很劣势啊 Omega开车啊 装进点来了这波 车上去椅 风风接受没接下来 队友的一波补枪很迅速 把降露给命的这个坑给拿下了 那降露给命就可以处理TMA了 因为降露给命 XCG自己枪线的 处理TMA就会轻松一点 小北 先放一个锅 再打一个 一传二 稳健 ACG南边走不通了 怎么办 北部压力又很大 GFI它是满边的 GFI踩在头上 ACG是无处遁形的 很难受 就是个底波 两侧都是相信 是的 17跟GFI这局打得 很稳健很标准 经典有人 小五没退回来 被摸掉 没卡住 右上角跳出了实际的信息 XCG选择了直接反包 但不得不说 这一把XCG的实际把握真的很好 打得挺好的 是的 趋中局 它能够顺利过渡到那个坡下 然后把那个坑给拔掉 就这两步就可以 奠定目前的一个小小优势 不像刚刚那么难受的 对 这个就是圈面 洗离墙头 911往后撤 但马哥左右高点 全是人侧面的队友 小组终于补了上来 但是人数有点劣势 这位置太难接了 是的 对方还是一个满边 这高打低的优势 Pero没有什么能好的设计角度 小房区虽然还在圈 但是角度不逃 先秒近点 近点的人趴下 再打高点 小鬼这个位置也不好操作了 是的 XCG有一点高度的这个视野 枪前角度也比较好 对 第一波拦撤局机会好大 是 但是XCG手感还蛮好的 如果这一波他处理时期 速度够快的话 还有技嘉可能 小北一顶三 一条反坡 太难了 但是倒了一个 这个时候 JFY压过来了 有没有屁股会被捕吗 看不出命大的黑猪 人都来了 Pero 你怎么就直接绕到这个反坡了 直接穿越人海到了正中心 我要拿分 没有人阻止我拿分的决心 GFY这局的决策太漂亮了 是的 这个分拿的真爽 今年反坡有一个 小鹏没牌 阿头目也被打了 再来一个吗 二打一打一 坦克 七个淘汰了坦克 哇 一点点二打一了 直接变成二打一 要靠老Summer出枪了 坦克能上十个淘汰吗 诶 Summer这个小测身 嘿嘿 超级不易 别说 完了 这好像 发现了发现了 他回去了 哦 二十个淘汰 二十个淘汰 XCG 他把半个飞机都快炸了 三 好像没到十个啊 我不太记得那个数字了 看到了 老Summer反坡 一点二 我洗了一个 Su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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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mmer